针对最近的新疆骚乱事件 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议员纷纷表达关切 一些两党议员并且提案呼吁中国政府让独立人士入境调查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通过书面声明说 最近新闻报道中有关新疆骚乱事件的死伤与暴力令人深感困扰 佩洛西说中国政府在这个地区的强硬政策升高紧张导致维吾尔人的不满 中国领导人应该跟维吾尔人展开对话并且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 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民主党议员考夫曼 则呼吁各方结束暴力停止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并且保护基本人权 考夫曼参议员也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对美国国际广播的屏蔽 开放对新闻采访的限制 此外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国际组织 人权与监督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德拉亨特众议员 以及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罗尔巴克尔中议员 共同提出决议案 呼吁中国政府让国际观察人员与媒体入境独立调查与报道 一些两党中议员并且就此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卿克林顿 在行政部门方面 美国白宫与国务院都呼吁各方冷静克制 国务院还说希望新疆骚乱事件获得和平解决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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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